好 主播觀眾 帶來關心到了 NN事件的整起追蹤進度 在昨天下午指揮中心 要求新北市府 交出完整的調查報告 不過新北市府今天最新進度 來聽一下侯友宜稍早說法 因為這段時間 很多外面的事是規復 我們能夠澄清就盡量澄清 但是確機不要以後傳了 我想我們第一線的基層同仁的工作 已經過辛苦了 好 開提娜其實在昨天記者會上 指揮中心是表示 從頭到尾沒有收到新北市府 完整的針對NN事件的說明報告 那麼侯友宜剛才是跳針的不斷說 要等中央來韓他們才會給報告 那麼另外是不是會跟NN爸爸 一份真相 因為他也非常的 等待了非常久 一個多月的時間 都遲遲沒有收到新北市政府的回覆 侯友宜則是表示 這個是中央來韓的 是不是言下之意 就不會給他報告 後續還在關注當中 不過其實在昨天 指揮中心也特別強調了 他們從來沒有幫新北市府背書 因為在四月十六號的記者會上 提到了其實是七點零九分 到七點半的這過程之間 這個他們是表示說 這個是沒有延誤酒餘的時間 不過並不是真的 所以整起事件 也要求新北市府針對NN事件 祭出完整的說明